亲爱的我们在一起 尽快陪我们慢慢拥抱 恋爱吧 我们听过同一首歌 我们去过同一个地方 我们仰望同一片天空 心底都渴望 鸟儿般自在地飞翔 亲爱的我们恋爱吧 就每刻再向我们施航 亲爱的我们在一起 勇敢接受这幸福心喊 亲爱的我们恋爱吧 做的证明多么奇妙 亲爱的我们在一起 尽快陪我们慢慢拥抱 恋爱吧 我们走吧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要不要去医院 志航 你真的那么爱侠然吗 是的 我很爱他 你这么干脆去回答我 你就不怕我吃醋了 我不想骗你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和以前咱俩相爱的时候比 你是爱现在的她对象 还是当初的我对象 为什么要问这个 在认识夏燃之前 我已经对生活没有了热情 就像一具形式走肉 每天就这样麻木地活着 或者说 不过就是呼吸着 但自从和夏燃在一起 我开始变得情绪多变 很容易发脾气 反倒是这样 有人说我开始有人气了 是她 是她让我慢慢变回了这场 是夏燃让我重新找到了 恋爱的感觉 她又让我找到了 恋爱给人带来的幸福 美好和满足 那我呢 我对你来讲算什么呀我 你是我的第一次真爱 我永远也不会忘 但是不管那一段也多美好 都已经过去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走吧 正好 不用去 你 是我刚才说的话 让你不高兴了吗 我没伤害你的意思 我只是不想骗你 正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地挣扯 才让我更加舍不得你 但是现在我敏感了 一切都太晚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错了 我不能再这么骗下去 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暗示的 骗我 其实五年前 我不是因为胃癌才出国 什么 老大 你 你 你不会真的让金志豪陪聂璇去美国了吧 嗯 你 你这心也太大了 你换成是我我肯定舍不得 我这刚刚下定决心 你别又开始消磨我的意志啊 没有 你瞧瞧你俩这愁眉苦脸的样子 再说了 一个金志豪离开了 千千万万个大魏会站出来的 大魏你更不靠谱 什么叫做金志豪离开了 我的金志豪怎么离开了 聂许 你们 我们恋爱了四年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考验我们的感情 我当时也是钻进了刘小姐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就想去美国拿旅客 所以我也没想那么多 可认志豪 如果不是因为吓人的出息 也许我会赌赢的 对吗 你到了美国也可以告诉我真相的 其实 是我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 我在一个餐厅打工 认识了一个客人 他是个美国人 他对我很好 为了拿旅客 我就跟他办了结婚手续 但我们并没有做真正的夫妻 你既然得到了你想要的 为什么还要回来 我是得到了我想要的 身份 学历 还有工作 可是我在这儿过得并不开心 没有朋友 没有社会地位 没有社会地位 没有任何的公属感 我在这儿过得每一天都是度日入年一样 终于坚持到了五年 我们就协议离婚了 妈妈离婚手续的当天我就回来了 我 正好 我对你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过 其实那天 我去医院找你之前 我就已经知道你的下落了 可是我一直以为 你跟夏然是因为真感情结的婚 所以我才不想出现让你伤心 可是后来 冷超告诉了我你们之间的真相 我这才敢去找你 所以我才告诉你 我是独自一个人去美国治疗 这样 你为了负责任 也会很快回到我身边 你知道你这样做 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多大的伤害吗 不知道 我知道都是因为我的虚荣 竟然为了可笑的绿卡 放弃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这么说 你的病也是假的 是 我承认我是因为不甘心 我就是要把你从夏然身边抢回来 我期盼了 只要我们再招心相处一段日子 也就能回到我的身边 我们还能像一切一样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 如果再这么做下去 我就真没有脸彩虹 你 聂轩 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我不可弥补地错了 我知道 我们以后可能会心里陌路 也不敢再舍久太多 但是我还是希望 我 我希望你和夏然能够原谅我 我 我终于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我 聂浩 你骂我了 你怎么骂我我都接受 你 我现在来骂你的心情都没了 聂轩 你好自卑职 聂浩 聂浩 好 你 云总 云总 睡了 走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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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好了 好了 不难受了 什么 念学员全都是骗你的 我突然觉得我特别傻 当了五年的白痴 干什么你 我这是在给你打气啊 你这是打气吗 都快被你打吐血了 我怎么觉得 咱俩遭遇都那么像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希望你能想开一点 他跟你说都是如年 我觉得不够贴切 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是杜芬如年 杜淼如年 不过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气魄 能干出那种事 仔细想想 你现在应该觉得自己幸运 如果他没跟你说出实情 的话 你现在估计啊 已经跟他飞在太平洋上面了 举目下望 苍茫大海 围鱼茫茫 你真的一点都不生气 永远相报何时了啊 既然聂璇 在最后跟你说出了实情 就说明他对你感情都是真的 他在意你 他当初选择的生活 是有些自私 甚至说有些残忍 但那也是符合人性的呀 而且这几年 他不都尝到苦果了吗 如果你不原谅他 我觉得他这辈子都不会开心的 你的心还真够大的 退一万步来说吧 如果你没有那些经历 我们两个也不可能在一起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 风云之后才能见彩虹嘛 夏然 谢谢你的出现 感谢老天把你带到我的面前 景志豪 你就原谅聂璇吧 有一句话说得好 如果人心中有恨 是不会得到幸福的 原谅你玄骂 老天对他的惩罚已经够多的了 而且他现在肯定已经知道错了 放下吧 放掉你们之前那些不愉快的经历 只有这样 你们两个才能尽快地走出来 就像丁伯伯说的 展望未来 我们豪情满怀 我真是佩服你啊 一套一套的 这就一套一套的了 我还没说警据呢 新郎的蜜蜂 是永远不知道时间的悲哀 行了行了行了 大姐 我知道你满腹经轮 但我相信 以后有的是时间 让你去教育下一代 到时候你让我说 还不说了呢 别呀 不说 过来 吧 也就要尽快了 我还没说 我帅他 我还没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 这都是真的 天哪 她胆头也太大了吧 你说这谎仨的 我一直觉着她就有问题 但是呢 找不到根据 你说这个聂选 我真没见过她这样的人 我的儿子还比不上一张美国绿卡 他还结过婚 你说他怎么好意思还回来找你呢 妈 别说了 都已经结束了 我跟她已经缘分已尽 不过想想 她也不容易 你还替她说话 你看看这段 她把你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妈都心疼了 妈 我不都已经说清楚了吗 已经结束了 这未来的儿媳妇都比你会开导人 她都把我说通了 什么未来的儿媳妇 她现在就是我儿媳妇 我跟你说啊 你跟那个什么学都过去了 翻页了 赶紧跟然然 把婚给我办了 放心吧 妈 这个聂选真想不到 永超 你什么意思啊 我成天在公司卖品卖成这样 你当好你怎么对我呢 你不觉得你对我太残忍了吗 你这么瞒着我有意思吗 你不是 什么我不是 是你不是 你早就知道聂璇的事了是吗 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事可忍 输不可忍 聂璇真的说出来了 其实这件事已经折磨我很久了 我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通过我的嘴 把真相告诉你 最后我决定 我还是不说你 让他自己决定吧 你不是想隔岸关火吧 我为什么要隔岸关火 哪来的火 要是真有火的话 是我自己在引火烧身 通过这件事情我跟聂璇的交往 我才知道金志豪在他心里的地位有多重 他之所以会如此地去编造实施这些谎言 就是因为他爱金志豪已经爱到疯魔般的地步 如果我说出真相 聂璇他一定会疯的 最好的办法 只能让他自己决定 让他自己毁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聂璇不说怎么办 那这样的话 对我跟金志豪岂不是太残忍了吗 看来我对聂璇的了解 还是比你要多一些 我一直相信聂璇他会自己说出来 原因很简单 同样是他爱着金志豪 他不希望看到金志豪不快乐 他更不希望看到金志豪恨他 所以 当聂璇觉得再无希望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说出真相 看来我的判断没有错 这么一听 其实你也挺可怜的 也是个情主啊 什么情主 我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可怜的人 算了 看在你这副自怨自艺的份上 心里对你是平和了很多 不计合你了 翻篇了 知道聂璇健全在哪吗 我没给他打过电话 因为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要不我现在给他打一个 你好 你好 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了 他不会一个人去了美国吧 你是最了解他的人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啊 我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抱歉 你拨打的电话 喂 玩什么玩 你现在赶紧给念玄打个电话 我怕他想不开再出什么事 你还真是个知心大姐姐 我刚打完 关机的 估计已经起飞了 行啊你 背着我跟你老情人打电话是不是 不理你了 喂喂 我这不是向你学习的吗 你刚才说让我给他打电话 我们这叫心灵相通 我发现你这人不惊动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自己全都给招了啊 不过 我喜欢 喜欢就行 对了 我妈跟我说那个 咱们的婚事赶紧给办了 你觉得呢 你妈的意思 那就不是你的意思呗 我的意思你还不清楚吗 不清楚呀 你什么意思呀 连求婚仪式都没有 我怎么知道你的心成不成了 我这是一片赤胆忠心的想娶你 你就嫁给我吧 那就看你求婚表现吧 好了 我要算了 我现在要去找想娶他们去喝酒了 不罪不归 喂 你们去哪儿 傻样 这个是 这里吗 好 宁泉 你在家吗 好 竹琦琦 你姐根本就没病 都是装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她走之前告诉我了 真没想到你姐是这种人 真没想到你姐是这种人 知错能改善莫大言 她最后还是说出了真相 挺勇敢的 你也别难过了 你舅怎么样啊 她是不是很生气啊 我舅舅她没事 有我舅妈陪着呢 那我妈还是朋友吗 当然了 必须是 来 老规矩 妈 吃饭 干吗呀 不是 你昨天晚上你几点回来的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喝了很多很多酒 金智豪去了美国 你这是借酒交愁呢 还是乐极深悲啊你 过去那些那个豪言壮语 都谁说的 谁说的 我说的呀 我发现了 我觉得我内心特别强大 强大到连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我一过来 你干吗 你坐吧 你没事吧 我问你 你是不是没事啊 我好着呢 我昨天没跟你说 知道吗 我的小豪豪不去美国 不知道 是聂璇骗了她 聂璇想把我的小豪豪 骗到美国去 结果最后的时候 她良心发现了 所以我的小豪豪 就没有去美国 你说这个聂璇 她怎么可以这样啊 她不可以这样 而且她五年前去美国 看病的事情也是假的 她压根没有什么癌症 那就是说 她是不择手段的 她想把精致豪 从你的手上抢回来 妈说的对不对 答对了 不过我觉得 燕璇挺可怜的 她这次走回去再也不回来了 那不回来不是更好 有对事怎么跟你说 幸好当时好家换了个大夫 你说要不然现在的话 妈多操心啊 不是 你那个 你跟你那个小豪豪呀 小豪豪啊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妈 那男人定的事情 我问你个孩子 说呀不着急吧 我真够矜持的 真属于 妈跟你说啊 我恨不得明天精致好 就把你给吃早 那不行 您啊还是好好考虑考虑 您跟丁伯伯的事情吧 撤了 不可恨不得明天精致好 你干吗 没什么事 我去哪儿了 我是你 我去哪儿了 你干嘛 我去哪儿了 你干嘛 我去哪儿了 不想去了 所以没走 您真是太任性了 必须赞一个 算了 有个事是想咨询一下 什么事啊 秦大夫 那个一般像你们这样的女孩 觉得什么是浪漫 秦大夫 您这是要干吗呀 我就是好奇 随便慢慢 你们说呢 我看不像 你不会 我要求婚吧 求婚怎么了 求婚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们结婚的时候不希望对方求婚 要是你啊 你不用求 我都答应你 行了 别没正行啊 秦大夫 您不会要跟夏仁姐求婚吗 真的呀 真的假的 姐 闻闻过来 过来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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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大夫要向夏仁姐求婚了 咱们快帮小小大招 把什么浪漫的方式啊 都想出来 我觉得是海边的方式啊 有海边的方式啊 我觉得 二方可不错 我觉得出国不错 出国的话也太浪漫的 什么事啊 今天下班以后 你有时间吗 有时间 干什么 要约我约会啊 那下班我去接你 好 那我等你啊 我帮你个头啊 沿着苍蝇干吗 我这是蜜蜂 我让你这踩点蜜来 我要是个苍蝇你是啥 是啊 那我说你是不是也太无聊了 是你的小豪豪要跟你去约会的吗 我们家小豪豪跟我约不约会 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我得替首长高兴啊 首长 首长 你家小豪豪还没跟你求婚呢 你俩都已经这样了 他还不快马家变得往前赶啊 你这要是赶上那人 再从美国回来了 闭着你这乌鸦嘴 听过一句话吗 任凭风吹浪大 胜死闲庭信步 就算有再大的惊涛骇浪 简依然是小衰步走着 幼崽 幼崽哥 我告诉你 最重要的是这儿 只要这儿相通了 一切都可以了 帅哥 我们今天去哪儿啊 去吃饭 去哪儿吃啊 我们那儿的小护士 给我推荐了个新开的餐馆 说环境特别好 东西又好吃 要不是我提前定位子 估计连位置都没有 真的 那我今天不减肥了 你什么时候减肥过呀 打击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 为了报复你 我打算今天吃三块牛排 两份意大利面 一个汉堡 然后一堆薯条 胖给你看 真的假的 你到时候穿不上婚纱 你别怪我啊 没关系啊 那就等我什么时候想减肥了 想结实了再要再结婚 大姐 你心心好 你饶了我吧 这还差不多 走啦 你怎么想的 你今天把这儿全都包下来了 跟你认识那么久 我好像还没有正式地跟你吃过一顿饭 今天就当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吧 你才知道 我跟你说 也就是我脾气好 对你宽宏大量 是是是 是你脾气好 对我宽宏大量 是吗 你这是干什么呀 小燃 愿意嫁给我妈 我愿 不愿意呢 你的意思是愿意 对吗 我的意思是 此刻不愿意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是干什么的你还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啊 我可是金牌策划师啊 你给我整这么一个九十年代 落伍电视剧里面的求婚段落 我能接受你吗 这也太低了 这形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心 现在知道这句话了是吧 没错 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形式更重要 我下人可不能让行业内看笑话 所以今天的求婚通过 此刻不愿意 大姐 您就别挑剔了行吗 我怎么能不挑剔啊 还有 你们下次能不能别带我来 这种饭店吃饭了 这怎么了 这 这也太贵了 这一顿饭够我吃多少碗麻辣烫的呢 姑奶奶 我这不是想正式一点浪漫一切吗 这么会儿窜备份了是不是啊 我怎么成你姑奶的了 行行 行 大姐 谁是你大姐 谁也是你大姐 谁也是你大姐 我比你想好我好大哥 好好好 小小妹 那我要怎么样求婚你才能塌婴呢 我全跟你说了 合着我自己跟我自己求婚呢 多无聊啊 不是 那你好歹给我点提示吧 有想提示 不 小小的唐鹰炮弹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用 我有了 怎么 咱们来一个快晒 就跟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不行 那是我的创意太不新鲜了 你必须得活动你自己的大脑想出一个 这个花能换吗 对啊 可以换的 这个花我们都是现金做的 可以根据您的喜好话 然后衣服 晓风 跟你说两句话 不好意思啊 好 好 你怎么过来了 我们老大带着大V去见客户了 没在办公室 我知道 我不找他 我找你 你找我 你找我干吗呀 你给我们老大吵架了 没没没 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是夏阳最得力的助手 我要请你帮个忙 帮我想一个点子 能让他开心的 我想向他求婚 金大夫 要是我能想出点子 那我不就是他的老大了吗 我真的帮不了你 不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吧 真的不是我打击你 你自己看吧 都是他的 也是 这都是他的点子 对啊 要不然怎么说 他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名呢 如果按照这个来要求我的话 估计他这辈子都穿不成婚纱 是啊 我们老大肯定知道你俩之间的差距 所以我觉得吧 只要别出心裁 应该是可以出息之声的 别出心裁 你就帮我想个办法呗 想法我倒是有一个 但是成不成我不敢保证 说来听听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来这种地方呢 喜欢吗 你开心吗 喝什么 你等一下 是那么自然 我的心 我的寂寞的泪 就从今天起 待晒过去和未来 就现在 要与你交换 我们结婚 我们结婚吧 放掉那些喧闹的浮华 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 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 你愿意吗 今天我是为了坐在我对面 这位女孩唱的这首歌 她叫夏然 之前我的求婚方式 她嫌妥 所以今天我要当着 所有人的面问她 夏然 你愿意嫁给我吗 答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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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 答应ser 你终究 你说 即 se 许 毋永 失败 有 呃 公 让你哭着扑进我的怀里 好啊 那就等什么时候 我哭着扑进你怀里 我就答应嫁给你 行 这可是你说的 你别忘了啊 我告诉你 我见过太多求婚仪式了 我是不可能哭着 扑进你怀里的 不过今天你这个架势 让我维持一动啊 知道 肯定是你 硬着头皮上去跳的 就你这个薄脸皮 谢谢了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不容易吗 我 还不错 经过总是美好的 白痴干头 更进一步吧 应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辛苦了 妈 您怎么还没睡了呀 我在等你呢 放心 您听见了 答应人家了 是不是 当然没有 你为什么呀 人家向你求了几次婚了 你老拒绝他干吗 哪有几次 这才第二次 早着 你俩就是真心诚意的 你赶紧答应人家 那个啊 你别怪妈没提醒你 我告诉你 主绳的鸭子那眼会飞掉的 妈 现代女性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呀 有钱 有严 有任性 前两条呢是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只能紧紧地抓住最后一条 好好任性一条 其实我呀 就是想好好地享受一下恋爱的过程 把我们的爱情呢 深深地印在烙印上 挖不走 擦不掉 抹不去 不是 我说你这孩子 你这样里不是苦人家金志豪吗 好好好 妈给你炖的汤炖好了啊 这是我跟然然她妈一块套来的秘方 是用藕和莲丝一起炖的 知道这是叫什么汤吗 开窍汤 没准喝完以后啊 你还真开窍了 这样呢 然然呢 就会很快答应你的求婚要求 快喝了汤 喝了汤 那还不如让夏妍她妈 让她喝点变蠢汤呢 这样她答应得还快点 你有点稚气行不行啊 赶紧把然然给我娶回来 我想孙子我都想疯了我都 快点 我突然觉得吧 这求婚还挺有意思的 我竟然没发现我还有这方面潜能 妈 你放心吧 我一定尽快地让您包上大孙子 好 女学生 不要动自己来一下 不要动自己来 慢点 慢点 好了 好了 可以了 慢点慢点 坐下坐下 拜拜 大夫 我爸这个病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 康复训练他都坚持在做 怎么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呢 你们先别着急 只要你们有细心 坚持复健 我看呢 还有很大的希望呢 能到什么程度 这个不好说 还是看你复健的情况 一定要坚持复健 保持心态 好 好 听见没有 爸 在听大夫的话 这是药单 发业单 给你取一下 谢谢您啊 好 不客气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的心 我的情 我的泪 就从今天起 带上过去和未来 就现在 要与你交换 我们结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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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掉那些喧闹的孤狂 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 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 你愿意吗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放掉那些喧闹的孤狂 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 我们结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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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 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们结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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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婚吧